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的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素素青阳,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感谢您的收听 第292集 荒唐 开始说要嫁,现在又不嫁了 哪天办喜宴,樊家都订好了 樊振川的母亲还想着这两天要把夏小兰叫来家里和新媳妇的父母见一见 商量下聘金要咋给 现在结婚要啥四大件,李阿姨都能给置办上 樊振川家里的电视机是彩色的,电冰箱也有 收音机更不用说,时影表可以给新娘子买一个 父母离婚了,还要不要请亲爹参加喜宴呢 结了婚,啥时候把夏小兰离婚的妈接来河东 也是需要商量下的 李阿姨不想有人在樊振川面前摆岳母的谱 等夏小兰生了孩子,再把她母亲接来吧 一样样一桩桩的,李阿姨都考虑好了 连喜宴上要吃哪些菜,她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现在,刘芳跑来说,她外甥女儿不想嫁 李阿姨也顾不上啥涵养了 刘芳特别不好意思 她之前不是有个当兵的对象吗 听说小兰要结婚了,从外地追过来了 李阿姨摸着手上的翡翠镯子 那也不是你外甥女儿临时反悔的理由啊 我连喜宴的菜单都找厨子开好了 河东县的领导都知道郑川要结婚 我之前那儿媳都去世几年 郑川也到了该再婚的时候 你现在说不嫁,你让樊家去哪里找这脸面 李阿姨知道这桩婚事一直都是刘芳在中间传话 夏小兰她妈妈现在都没说要见见亲家和未来女婿 肯定是有问题 不管夏小兰是不是自愿嫁过来 反正李阿姨是用她来让樊振川收心 不要和同性的远亲胡天胡地乱搞 夏小兰本人的意愿并不是很重要 嫁给樊振川,一家人都是鸡犬升天 还有啥不满意的 刘芳之前提过一嘴 现在又跑来她面前说 肯定不仅是之前的对象找来那么简单 刘芳是捂不住盖子了 要借着樊家出力 李阿姨心里明白 她也不觉得这是啥大事 但该敲打刘芳两句 她也不会吝吸口水 刘芳陪着小心,很是委屈 对方态度很强硬 说这是破坏军婚 我和老梁在人家眼里也不算什么正经长辈 我们说了不算数的 李阿姨狐疑地看着她 一个当兵的这么狂 是不是当兵把脑子当傻了 过江龙到了河东县都要老老实实缩起身子 而过江龙都算不上的小兵 不是强龙还想压地头蛇 脑子有毛病 真是自己找不痛快 李阿姨心里不高兴 态度就不耐烦了 行了,我会告诉震川 让她处理的 婚礼照办 明天我想见见小兰 你把你二姐也叫上 以后要当亲家的 要给小兰置办啥东西 正好也说一说 我不亏待她 只要樊家有条件办到的 我都给她办 让她风风光光嫁给震川 如果夏小兰愿意嫁给樊震川 那就真是太好了 就樊家这态度 还怕她家老梁不能沾光啊 可惜夏小兰是个傻的 不是抬举 就算夏小兰现在改变主意 要嫁给樊震川 刘芳还怕小白眼狼 冲着樊家使坏呢 婚是不能结的 却不能扯到樊家头上 夏小兰那个穷当兵的对象 出现得刚刚好 她家老梁马上改了计划 刘芳走了 李阿姨把事情 和樊震川一说 樊震川不仅没有生气 还越发有了兴致 从别人手里 抢来的女人 她更喜欢 面对她的手段 男的无能为力 瞧着他们那窝囊废一样 樊震川有种别样的兴奋 有人抢的东西 才是好东西 抢到的东西 吃起来香啊 樊震川也想见一见 夏小兰之前的对象 对方瞧着 她把夏小兰搂在怀里 屈辱和愤怒 写满一脸 却没办法反抗 一定会很有趣 李阿姨要见一见 未来儿媳 刘芳是没安好心 等着周成去樊震川 面前自找没趣 她就是当个传话的 特别挑衅地 给商都打电话 夏小兰当时刚刚回家 接到电话就觉得搞笑 夏小兰 我看那天教训 你还没成够啊 你还在中间捣鬼是吧 要想见面行啊 让樊家人到商都来 夏小兰脑子有毛病 才会跑去河东 那里是樊震川的大本营 李栋梁和葛剑 能一个打几个不假 主动跑去樊家的地盘 就太蠢了 她怕刘芳两头搞鬼 干脆把话说明白 你要是不传话 我就自己给樊震川打电话 你也知道 我这张嘴啊 啥都敢说 到时候 刘芳真是想把夏小兰 给撕碎 这是外甥女儿吗 分明是讨债鬼 好心做梅 搞得现在不上不下 梁炳安听了就笑 那就照样传话给樊家 在商都市里见面 就有人给她做主了 梁炳安是不晓得夏小兰 哪里来的底气 商都市省城 大人物多 和你一个农村丫头 有啥关系啊 要是靠着美貌 找到了啥大人物 当靠山还差不多 当兵的对象 刘芳都见过 梁炳安是等着看热闹 她教了刘芳几句话 刘芳把话传过去 李阿姨果然特别生气 仙头对夏小兰的几分喜欢 荡然无存 要不是梁炳川 不愿意丢开手 李阿姨绝对要换个儿媳妇 正如夏小兰说的 就算没有周成 梁炳川也没那么不堪 她也绝对不会同意 这门婚事 不管是梁炳安 还是刘芳 还是梁家任何人 对夏小兰都没有半点尊重 就算封建包办婚姻 也没有男方不出面 叫女方自己去见面的道理 哪怕李阿姨说喜欢夏小兰 她的喜欢是虚的 是觉得夏小兰长得好看 能让梁炳川收心 一违背她的意思 让她感觉不愉快了 所谓的喜欢就会荡然无存 夏小兰让他们去商都见面 定的是市委招待所 这不是靠周成的关系 让胡永才帮忙就行 胡永才咋说 都是市委招待所的采购 帮忙弄一个包尖还是行的 梁炳川听了 觉得有意思 在市委招待所见面 难道她就不敢去了 那就说好了 夏小兰定下见面 事前没来得及和周成商量 她就是中午才见过一眼周成 晚上十一点多 她还在复习呢 周成跑来瑜伽 事情慢得差不多了 你等着听好消息吧 夏小兰见她嘴唇都干得起皮 赶紧给她倒了一杯 自己泡的菊花枸杞水 周成咕噜咕噜喝完 整个人都舒缓了 李东梁他们晚上住哪 她们在家里面